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复习一下 等数圆周运动的向心力 向心加速度 以及向心力的公式 在前面的 前面的影片中 我们介绍了向心加速度 可以写为 速率乘上角速度 Vω 以及我们又有介绍 速率 其实就是 半径R乘上角速度 这两个就可以组合出 一些向心加速度的公式 我们可以第一步 先把 这个V等于R Omega带入 那就会变成了 向心加速度AC 等于R Omega 再乘以Omega 对不对 那就会变成了 向心加速度AC 等于R Omega平方 那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 把 R 把Omega 写成 R分之V 把Omega写成R分之V 就变成了 向心加速度AC 就会等于B 乘上R分之V 所以结果变成了 向心加速度AC 就变成了R分之V平方 这样子是这两种表示方式 那还可以继续 我们记得Omega 角速率其实就是T分之2π 它就是一圈的弧度 除以一圈的时间 周期 好 所以呢 又可以把 向心加速度写为 R乘上T分之2π 括号平方 所以就变成了 4π 所以就变成了R乘上4π平方 除以T平方 所以这就是向心加速度的几种 表示方式 第一个是VOmega 第二个是R ROmega平方 还有R分之V平方 以及R4π平方 除以T平方 那如果我们把 向心加速度 乘上一个质量 那就是造成 向心加速度的这个力 叫做向心力 好 所以呢 向心力其实就 可以表达为 MROmega平方 NV平方 除以R 以及MR4π平方 除以T平方 这几个公式都是 来自于VOmega 还有V等于R 乘上Omega 以及Omega等于T分之2π 那其实背起来是计算上比较快 但它只不过是换来换去而已 好 谢谢大家